理想汽车下调第三季度交付量预期 今日收盘价跌5.68% 芯片短缺波及全汽车产业 汽车也受到冲击 9月20日 理想汽车发布公告称 由于马来西亚新冠疫情的影响 理想汽车的毫米波雷达供应商 所采用的专用芯片厂严重减产 受此影响 该公司预计 2021年第三季度汽车交付量约为2.45万辆 而此前发布的交付量预期是2.5万2.6万辆 一位芯片行业人士认为 根据马来西亚疫情和芯片 从封测到装车的周期 对不是的芯片供应恢复最快也要到10月上旬 受到芯片供应问题影响 全球多家车企已经宣布减产或停产